設計進入社區議案 moltPD 幹議至十大紀錦視界業 幹議至中等紀錦策略界紀 TED根體文化新思路2.0 合到這次設計目中、진짜大公 below 研究委員身體體後緹進行的發表會 落後在乾議文創客团境中 由湧民跟太 hours 建長研究所的高 Al Arab 參與在 sebel微研究 deeds Goal 師indale і向文化新思路路線 提出这些相当机有創意的生活 港医市长明会前出席参加 期待透过这次机会 给合国业合设计 进一步担当下期敌立的新創意 要接着再来参加学者 分享十部经验 现场在这些议员 相关单位局处长 还有参加一行团队 到现场交流讨论 同意市长明会前出知识参加 期待透过这场活动 让相关的市政委员 六接进到党的社医 用设计让社区的未来 变得进到美好 我从龚苏章龚老师这里 我真的学到很多 把家议是整个整体的能量 然后我们朝一个 更好的方向走 所以让文化新思路 文化新思路2.0 让这一个人本的空间 人可以走 而且是一个慢活 一个慢行 一个刚刚好的城市 它带来更多文化的内容 文化的一个相关 很丰富的一个文化的一个 各个不一样的样态 来让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旅客游客来到这里 他一定能够去体验 所以我们用什么来把大家 抠起来 我相信就是文化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 让家议市的生活里面 处处是文化 而城市的发展 也因着文化的发展 而更伟大 我非常感谢 在这里这一次 我们跟学界的合作 还有年轻人创意的加入 发想 还有中央各部门 各机关 大家一起来 让我们探讨 城市的发展 我觉得这是我们 共同携手合作 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我们感谢今天的研讨会 尤其这么样的用心 让家议市文化新思路2.0 带动这个城市的发展 未来 这次的成果发表 早上的中处 是由雍民到通大学 建立宿的学生 分享对到中导书馆 建立的设计上 既然的主题 在了自己的中导书馆 向区未来发展的企业 而部中处 就是安排 进行文化新思路2.0 下期设计探讨 除了典型学生的創意企业 建立的设计 导致公共空间新兴 和导致提供的案例分析 结合国立庸民交通台下 下期设计和总导书馆 建议整个月结合的新割店 共同来基盘 以无缘的时间和空间观点之下 分析各自的特色 参业和限制 进一步来整个月 在未来下期空间发展的环境 目标还有方向 西新新闻 就定顺欧洲设计在一起彩虹不得